一个名称在哪里 在名称官员里面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如果 之前有做过应该就不难 如果你少用这个 这个等一下注意一下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因为我已经做过一次 按确定看一下 名称官员里面 会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旧的把它删掉 会多出一个叫做品名的 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对应到的就是这个范围 A2一直到A6 OK 好按关闭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将来 你希望 在输入的时候 不需要用什么 用key的话 你就直接把B栏选取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 清单 第一步 把资料验证 改为清单 清单的来源在哪里 他还问你对不对 就是在这里 所以刚刚我们不是有建立一个名称吗 那这个时候呢 来源的地方 请各位按一个F3 记得F3 就会出现什么 刚刚那个名称 所以如果你将来 很多的范围 我建议各位就是用名称定义来做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名称范围 你还要自己去找 而且在什么地方 你可能搞不清楚了 所以你按个F3 清单就出来 你可以给他一个有意义的名称 品名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你再按一个确定之后 那下一次 你只要Ctrl向下 比如说你要填资料的时候 像刚刚这边这笔资料 按下去 就出来了 OK 就会非常 非常方便 就自动可以用下拉选单的方式来做了 就不需要说 你还要自己在那边选 选 那一样的方式 各位可以再把什么呢 单价 那数量这个还是自己要填 但是如果你希望数量 也可以用下拉的话 当然也OK 你可以怎么样呢 自己再给他上线 不过下拉变成说 你的数量就会有一个固定的范围 可能1到100 那你就怎么样呢 建一个清单 这数量 然后呢 你就输入1到100 下拉选单就是1到100 最多就是到100而已 或者你最多到50 你就是1到50 或者像有些网路购物 最多就10个嘛 那就是1到10 最多10个以上就不能选了 因为超过可能库存的限制 那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单价 小器部分的话 这当然就是一个公式而已 还有地区 地区可以吧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各位也自行再练习一下 OK 好 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就是 这个 Sprank的公式做完之后 那我们可以再利用什么 品名的部分 你可以把品名这个范围 Ctrl Shift向下 Ctrl就是方向 Shift就是选取 那Ctrl C以下 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它贴过来 利用移除重复 把它移除掉 再建立什么 建立一个什么 公式里面的名称定义 在名称管理里面 新增一个品名 然后呢 建立一个清单 OK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